最后是把这些工作表里面总共会有13个班级 13个班级我希望帮我按照一个清单的顺序做排列的话 比如说甲班到亥班 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用到一个叫木的方法 也就是把它做移动 木方法 另外的话上个礼拜我记得除了木方法之外 其实你们延伸性也可以再试试看 有个什么Copy的方法 Copy的复制 如果删除它就Delete 新增工作表就Add 其实工作表大概常用的方法不外乎就这几个 然后再来我们就做什么 把它做排列之后 再来就是把什么 把这个A班到亥班 每一个工作表把它存一个Excel档 存到哪里 存到某一个资料夹里面去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实际上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很关键的一个方法 叫哪一个Shit.Copy 后面不要放任何东西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空白的工作簿 工作簿就是Excel档 那你就最后再配一个Save as 或者SaveCopy as 这两个其实蛮像的 后来发现比较之后发现 其实它就差在Save as可以存另外一种格 比如说你原来是Excel档 你可以存成CSV 存成其他格式 但是SaveCopy as就不行 它只能Copy Copy的话 意思就是说你原来是什么XLS 应该是XX 那你就只能存这个格式 你不能存别的格式 大致上好像都差不多 因为我大家有去看一下官方 我讲过F1 你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因为有些东西 坊间书籍 它不会特别去针对这部分跟你做说明 那之所以会知道 还是要自己稍微把官方的说明 稍微看一下 因为像这种东西 很多时候都是客制化的 因为每个人需求 像常常同学问我一些问题 都是你们自己工作上会遇到的 那书上不可能说据细迷 把你所有可能遇到的状况都告诉你 所以你应该要学会什么 学会的应该是使用里面物件的方法才对 OK 所以我只是讲一个通则 剩下来我觉得你们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活学活用 然后把这些通通都存一个档 然后并且把它放在一个资料夹里面 这是我们上礼拜讲的部分 所以我们把它排序 然后另外我讲到阵列 阵列部分的话 当然它有点像一个清单 只是说这个清单 阵列的话是放在我们的记忆体里面是看不到的 它关键是array 而且要宣告 阵列一定要宣告 OK 然后再来什么 批示把它把什么 工作表 转换为工作部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的需求是希望把假班到嗨班 帮我把这13个工作表 帮我 我就自己先新增一个资料夹放在桌面上叫VBA 我希望帮我把刚刚的这13个工作表 快速的帮我直接就存到这个VBA的资料夹里面的话 该怎么做呢 上礼拜随要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这边的话存到 最后有用一个file dialog 就跳出一个对话方块 问你说你要存到哪一个这个资料 这个哪一个资料夹里面 所以这边的话上个礼拜的程式 云端上其实都有了 所以我把这个最后的部分demo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 最后是写到什么 批示将工作表转为那个什么呢 工作部 先取一个清 清单的部分是来自于假班里面的这个清单 所以这边注意 如果说你在假班里面没有这个清单的话 那你可能要自己先创一个 从云端上也有这个清单 不然的话你可能就要用正列的方法 OK那我是从清单里面 那先取假班之后存档 所以程式其实非常简单 程式里面的话就是怎么样 我先跳出一个file dialog 就跳一个什么 讯息对话方块 去选什么呢 选一个路径 那把这个路径的话呢 放到这个s-pace的变数里面 所以这两行其实就是跳那个什么 跳一个对话方块 跟程式讲说我的资料夹在桌面上 这边有个什么screen updating 不要因为它一直闪动 所以把它关掉 那总共会有13个 所以我们就从什么呢 for i等于12到14 实际上就是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这个2到到这里 还有14 所以这个回圈我是按照什么 按照列 for i等于第二到第一 是说我要抓这个 然后帮我怎么样 copy copy的话呢 当然我这边 比如说我2 那我要先抓什么 抓假班里面这个 这个第一个名声 有没有 所以是从什么 sales 这个假班的工作表里面的 i欄的ide 刚好抓到假班 把假班这个资料放在x 所以sheetsquavx.copy 意思是说把这个工作表存成一个工作簿了 OK 注意关键的地方就是什么 点copy后面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意思就是说 我就直接变成一个工作簿 特别注意 这很关键 因为很多东西 常常会搞不见 老师你点copy 那copy不是应该复制到旁边去吗 特别注意 如果你今天后面有abs 或before的话 那是复制到它的前面或后面 但如果你后面没有东西 它就是复制一个新的工作 工作簿 OK 差别在这里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后面有没有东西 好 那它就跳出来之后的话 我就做一个save as 然后告诉它放哪里 最后记得把它close掉 close就是把那个工作簿关掉 然后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所以其实这个上礼拜 最关键 其实城市不多 最关键的地方 就这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城市 其实跟前面写过的应该有类似的地方 你看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2到14 就是这个范围 然后先取得这个名称 放到x 然后把那个名称 名称的话就假扳 就是指的是这一个 copy 存档 关闭 换下一个 已扳 copy 存档 关闭 有没有 总共有13班 刚好就全部完成 所以要别人